天天喝金牌啤酒 要為台灣拿金牌 我好想聽國旗歌 因為只有拿到金牌 我們的國旗歌才能被播放出來 對他們表現我可能說非常滿意 現在他們有發揮一加一到二以上 其實我小孩就是繼續打 來提拔年輕人 所以他下一個配的 會是很年輕的選手 一直覺得這一屆 跟上一屆的狀況很像 第一個就是沒有人看好他們 但是上一屆我看好他們就是 在泰國年十五勝 那這一屆我看好他們是因為 那個李昂已經在孤注一職 而且他爸爸去督軍 他爸爸算以前這個金國先生七海 就是他軍事管理 而李昂他又很在意 那我就知道說他一定會很好表現 那七零他本來他就一直自我要求很高 加上兩個雙打其實他們實力一直都保在 只是雙打會有很多外延因素來干擾 所以就是有時候一加一變成不到二 甚至等於一 現在他們有發揮一加一到二以上 那所以從一開始我就很篤定 所以我在看的時候也很淡定 對他們的表現我可能說非常滿意 曾經有人告訴我說他們這一屆 是不是要發揮到百分之一百以上才能 我說不必百分之九十 所有選手在賽場上能夠發揮百分之九十以上 大概就一定 是所以對他們的表現非常滿意 那金牌站在即有什麼話想要跟兒子講 怎麼樣 金牌站在即有什麼話想要跟兒子講 喔這跟去年一樣啊 我好想聽國旗歌 因為只有拿到金牌 我們的國旗歌才能被播放出來 是 所以你有說說媽媽都很快敢看 喔沒有呢 他媽媽就心臟比較小 他幾乎都 都不敢看live 那這個這個 都偷偷的在房間 昨天一聽到書了 有出來偷偷看了一下 是 那之後就是因為林楊瑤被說 那這樣他們後續的就是 你剛剛有沒有跟你有討論過 在過去的發展啊 那再一步走來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想 他們都已經三十歲了 說真的很多事情是他們自己做主 三十二例嘛 所以我們都不太干擾 那兩個人其實心態一樣 李楊說給年輕人機會 對不對 然後他自己到 從從旁從教育去訓練年輕人 那其實我小孩就是 繼續打 來提拔年輕人 所以他下一個配的 會是很年輕的選手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希望在我們台灣語球這一塊 能夠有傳承 繼續為台灣在國際發光發熱 對 是 那這一步走來他會不會覺得 欸 他會不會覺得很辛苦很辛苦 這樣 最早會比較在意 後來我看到他自我的要求 我真的越來越淡定 所以自己就在山上弄個修心菜園 在那邊 他們在 他們訓練他們的 我就玩我的菜園這樣 是 那有為了明天的金牌戰 然後幫麒麟加油 買什麼幸運小物啊 或是有什麼加油的方式嗎 沒有啊 啊我就 就是 天天喝金牌啤酒 要為台灣拿金牌 是 那如果一起拿金牌 不是一起拿金牌 如果拿金牌的話 有想說全家要怎麼一起慶祝嗎 呃 全家慶祝是他安排的 現在 我是去年 嗯 上一屆我 如果拿金牌 上一屆我把他金牌 兩面帶到玉山 我希望這一次如果有機會 我還是 再帶到玉山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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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八月 五號 好 謝謝 謝謝 一個那個 一個 一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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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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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單走 對啊 然後牆壁都被單瘦 好 我也要 問我問題 然後我有跟他陳述說 我知道我們不能夠戴台灣國籤 因為上面沒有台灣國籤 然後咧 後面 然後後面還有是 合照一張 然後拍到一半保存出來擋手機 然後就不准拍 然後他就要我說 我們可不可以上去去講一下 然後我就說我想 然後他也一直在跟他的Walky Talky 台灣隊的時候就在講 然後他好像就直接被保存了請出去 台灣 No.1 聽台灣 然後他就把我沒收 你出出外面我才還你這樣 可能是中國的 的一些小粉紅 祝福音是因為你知道會被沒收嗎 對 因為講個字是不能寫出來 那張這張OK喔 沒有 通常這樣進去的時候 沒有帶出來才敢接 其他國家的人都可以帶自己的國籤進去 結果我們什麼就是要為首為腳 就是進場加油 有點心酸這樣 愛人家一個人 是不是拿著這個海報出來的時候 有被制止 就是在場內的時候很幸運 他沒有來攔我們 然後我們喊得很高興 下來在一樓大廳那邊就是廣場在合照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大聲喊 聽台灣 聽台灣 他有注意到 然後他就看到我們這邊有寫那個台灣的字樣 然後他就把我沒收 然後他就說你出出外面我才還你這樣 工作人員直接拿走 工作人員嗎 幫我們拿走的 對 不過還好我們都已經拍完了 但有聽說有其他人也是有海報可以直接搶走的狀況 對就是有人做那個台灣的形狀的那個海報 然後就被那個可能是中國的一些小粉紅 他就把他撕破了這樣 那個蠻誇張的 是有一點surprise 對啊 因為又沒有牽涉到什麼 國籍問題 我們也沒放國籍嘛 但還好我們至少 反正我們贏了就好了 希望我們可以拿到金牌 謝謝 謝謝 所以之後還是會拿著這個進來 還是你們會再改版 我們會繼續寫台灣 我們一定會繼續寫台灣 那你寫注音是因為你知道會被沒收嗎 對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講個字是不能寫出來 但是我們知道 想要讓就是讓林楊知道 可能還有台灣人在幫他加油 所以我們是特意寫注音 就是台灣人只有台灣人看得懂 對 我們同款其他朋友有 帶台灣土安的寫的海報來 就是蠻大張的 然後好像是被小粉紅還是被公園人 就是擋鏡頭 就開照的時候擋鏡頭 然後直接搶走 然後好像也有其他團 然後就是被 就是被收走 就是被沒收 然後拿回來 很奇怪 這樣這張OK喔 沒有 通常這樣進去的時候 沒有帶出來才感覺 好 看到就是全場 其他國家的人都可以帶自己的國籍進去 然後結果我們 結果我們什麼就是要為首為獎 就是就是 進場加油就有點心酸這樣 就是會滿心酸的 就是知道自己好像愛人家一個人 進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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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奧運與球男商場邊關賽氣分 熱情 來自台灣的球迷自製台灣寶島 奏型加油海報寫著台灣加油字樣 來替梁翰佩應援不料被一位 疑似中國球迷的男子撕破搶走 舉著海報站在比較底下一點點的位置 然後呢 就有一位身穿粉紅衣的男子 擋在我面前擋著海報 後來我躲到旁邊就是有空位 然後呢 後面他就來把我的海報搶走了 兩個字是不能寫出來 但是我們知道 想要讓就是讓林楊知道 就是還有台灣人在幫他加油 所以我們是特意寫出 就是台灣人只有台灣人看得懂的字 雖然球迷應援方式不合大會規定 但為了力挺台灣好手們 不少民眾還是各出其招 有人乾脆寫上祝英文 用熱情替中華健兒加油打氣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球迷粉絲通通都來了 都是來幫林楊佩加油 剛剛太High了最後一場的時候 大家都在為他們台灣加油 我覺得台灣人超多 我們剛剛還聚集所有的台灣人一起喊一下 很感動 剛剛贏的時候都快哭了 太感人了 真的 很奇妙耶 就是沒想到在異鄉 還有這麼多人從台灣 還有有些人是住巴裡的 他們還自己去印旗子 對 因為很難拿 然後我們這兩個牌子也是 昨天晚上才去材料行 然後發揮一下 欸 即興上座快把畫出來的 去任拿下冠亞軍門票 大家都非常興奮 榮幸能夠見證參與這一課 其中李楊的爸爸沒有告訴李楊 偷偷跑來巴黎 這一次他非常在乎 非常在乎他 因為他是最後一次 他也有一種事實 要達成這次 這樣 就這種心態 來參加這次的比賽 你不要看到他們 在他打得很淡電 但是他就真的 內心有多渴望這次 也能夠有所表現 李楊爸爸透露 對李楊非常有信心 在他出發前 更是送出必勝的祝福 給他加油打氣 這回特地來到現場 即便對巴黎不熟悉 但已經開始物色 8月4號金牌戰後 慶功要吃什麼好料 8月4號 吃他的冠亞軍 如果能夠走到那邊 當然做爸爸 對 準備一個金牌的披薩給他 分享給各位 好 謝謝 不只巴黎現場熱鬧 在比賽開始後 金門的鄉親更是加油 喊聲不斷 李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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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李楊 加油 李楊 今天是李楊的 這一次的 進四強的第一場球 所以是 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 一個情勢 讓我們金門的鄉親 大家都會替他加油的 不只是李楊 王淺麟的親友 全台灣都是 林楊配的加油團 這次巴黎奧運 無論什麼形勢 都會挺選手們到最後 董事新聞 蔡秉如 黃圓圓在巴黎